YO 大家好,我是 ELO 曾经我做过其中一段影片 是关于前驱车和后驱车的分别 当中都提过四驱车 不是这个,是这个 Fall-Wheel Drive 四轮驱动 和All-Wheel Drive 全时四轮驱动 明明一部车都只有四驱车 究竟两者有什么分别呢? 今天就来一起探讨一下 在开始之前,如果想看更多有关于L老说的汽车资讯 不管是四驱车、两驱车或者F1赛车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和打开这个铃铛 还有追踪Instagram 我们马上开始 先顺便说一下,一直以来 有很多技术用语我都会尽量标识中英文 但有时香港的叫法真的比较特别 所以我的中文名有可能会用台湾叫法 令我每一间车厂都有自己的独特性 我尽量会说一些比较笼统的理论 今天的影片也是比较理论性的 可能真的会比较闷一些 如果没有看过我之前前驱车 vs 后驱车的影片的话 可以在上面的连结看 这段影片我都有提过不同的引擎布局 Engine layout 如果你是新手入坑的车迷 必定会有所帮助 今天我们就谈论一下四轮驱动这个系统 而跟前驱车和后驱车一样 4WD 4轮驱动 顾名思义即是四个车都会将动力传达到地面的意思 有时都会用4x4 4x4这个叫法 看到4x4这个字眼 你就会知道它是拥有应付不同地形的能力 即是所谓的越野能力 但千万不要见到这个字 就以为它一定是越野车 因为越野车来说 四轮驱动只是其中一个要素 一会儿你开车off road被人困住了 不要回来骂我 简单来说 4WD 就是将动力由gearbox 波箱 先传到一个叫做transfer case 分动箱 接着来分动箱便会平均分配动力 给前叉速器和后叉速器 然后前后叉速器就会将动力传到轴上的车路 这个系统的设计目的 是在K区的山路的时候锁定车车 以提供牵引力 使得车可以跨越障碍 锁定车车的意思 即是每一个车车的转速都是相同的 跟二驱车不同 会有其中两个车是没有动力 但正因为transfer case 是会平均分配动力 当走一般的公路 即是例如立车路 转弯的时候就会产生问题了 因为在转弯的时候 内侧的车车和外侧的车车 走的距离长短是不一样的 当你使用4WD 在转弯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内侧的车车 会失去你牵引力 令你难以转向 所以4WD 系统 用了几个方法来克服这个问题 大多数4WD 系统 都只有启动的时候才会运作 平时的时候是以两个车驱动的 没错 名字叫4WD 但就不是所有时间都是四个车转动 启动的方法可以以机械式的杠杆切换 又或者是电子式的按键切换 驾驶者在泥地或者雪地上低速行驶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4WD 回到纳车路面的时候 就可以切换成为2WD 这个不单可以解决上述的问题 由于转动的组件变少 表示引擎的阻力也会变少 驾驶上来就会更加轻快 简单一句就是比较省油 而多数的4WD 系统 都会有高速、高速和低速、低速这两个模式 高速模式的4WD 是可以容许左右车轮有一部分的转速差 这个可以缓解上述我所说的转弯转速差的问题 如果要再深入了解 就要讲解到差速器的原理 不过今天就不讨论了 至于去到低速模式 就和我之前所说的 所有车轮转速都是锁定的 以提供最大的越野能力 但即使是高速模式 一般的厂商都不会建议车速超过100公里 4WD 的代表 有 Jeep 的 Vangular Land Rover 的 Defender Mercedes-Benz 的 G-Cars 和 Toyota 的 Lancuser 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点复杂呢 驾驶这一类型的4WD 车 又要因应地形决定用二驱或四驱 同一时间又要因应车速而决定用高速模式 是一定的低速模式 还要一般都是棍波的 真是十分讲求技术 所以在科技进步下 就有另一种4WD 出现 它的名字叫做 Real-time 4WD Sixi 四驱 Sixi 车牌 收银证 Sixi 四驱 有些车厂就会叫做 On-Demand 4WD 在一般的情况下 只会得前车或后车作为驱动 不过在适当的时候 例如车轮失去了爪地力 又或者是线态 这个系统就会由2WD 自动切换成4WD 以维持车最佳的爪地力 当车恢复了爪地力的时候 就会再次回复为2WD 这样又可以兼顾到省油 而在特殊的路面情况下 又可以增强了脱困的能力 所以这一类型的四轮驱动系统 大部分都会搭坐在SUV的车型上 而亦都因为有Sixi 四驱的出现 传统的4WD 又会叫做 分时四驱 part time 4WD 另外一个因为汽车技术进步而诞生的产物 就是以下我要讲到的 AWD 全时四驱系统 AWD 是建立在4WD 的基础上 正如其名 四个车在所有时间都在转动 这个亦都是它们两者最大的分别 AWD 比起4WD 多了一个中置的插速器 由前、中后三个不同的插速器所构成 这三组插速器互相合作 将波箱传来的动力以不同的比例输出或者切断去到四个车 所以AWD 就不像4WD那样有滑叉这个问题 以前的AWD 是机械式的 以最适当的扭力分配去增加牵引力去帮助的车前进 例如早期的AWD 就率先在Cartro系列上搭助了AWD系统 进而主导了1980年代的拉力比赛 时至今日电脑和各式的技术科技进步 AWD 变得更复杂 电子式的AWD 出现 以各种不同的感觉 将车轮的速度、马力、油门等的资讯 传回到ECU 引擎控制单元 即所谓的电脑 以示要再分析车辆的现况 并且作出不同的车辆最适当的扭力分配 从而获得最佳的找地力 以及最稳定的车身动态 AWD 可以说供应拥有最强操控性的一种传动模式 尤其在极端的路面或激烈驾驶上 理论上AWD 会比2WD 拥有更好的Traction 其实在马力大的车里面就会更明显 因为牵引力的稳定性 主要是由车车的驱动方法来决定 将引擎动力输出到传动系统 再分配到4个车和2个车做比较 我们会很明显地发现 AWD 的稳定性比2WD 有明显的提升 而起步加速方面的动力输出 一定亦胜于2驱车 至于雪地、沙石、路面等的崎区路况 更加拥有优异的操控能力 这个是2驱车无法比2的先天优势 亦都因为这样 很多顶级性能的车款 都是配置4轮驱动系统 不过当然都要配合车型 正如之前的影片都有提过 F1 赛车都只是后驱车 而全时4轮系统也不是没有缺点 首先在结构上 就比2驱车多了很多复杂的零件 例如全动轴 前中后三个的測速器 使用同一款车辆的重量 真的多出了不少 而引擎动力输出去到4驱车 亦都会有更多的损耗 这个亦都会造成到 全时4驱系统油耗比较大的原因 而在一般平坦路面上 拥有优异操控性 和4轮找地力的AWD 在AWD的时候 越野能力就有一定的限制 这个亦都正正是4WD 没有被淘汰的原因 4轮驱动系统 4轮驱动系统 早在20世纪初就出现 1907年 Diamuna公司第二代继生人 Paul Diamuna开发的第一款4轮传动系统 是当时号称 可以征服所有恶劣地形的滑时代设计 不过设计就并没有成为主流 一直去到80年代的初期 因为AWD在WRC使用 Clotro 4轮传动系统 取得优异成绩之后 各大车厂亦都纷纷开发它自己的4轮系统 不同车厂亦都对它有不同的演绎 有些车厂在这个领域还做得特别成功 以下就和大家介绍一些不同品牌的4区系统 Audi Cultural System 可以说得上是最早 将4轮传动系统应用在市售车上 更发扬光大的车厂 1980年 Audi 推出的 All-Wheel Drive Road-Going Car的设计理念 亦都在比赛的Rally Car上安装Clotro系统 首部搭载了这个系统的市售车 是Audi 80 Clotro在意大利文是4的意思 之后的Audi 不单成为拉力赛的常胜军 而Clotro也都成为Audi 4区的代名词 Subaru Symmetrical All-Wheel Drive 说到All-Wheel Drive 当然要提到Subaru 早在70年代 就将水平对卧的引擎 和4轮驱动的系统 结合成为Subaru Symmetrical All-Wheel Drive 对称式全时4轮系统 这个系统有几个优点 结构简单 重量轻 加上引擎 波箱全动轴 都是在车体的中线上面 所以前后左右的配重和平均度 亦都做得非常之好 代表作WRX STI 采用了DCCD All-Wheel Drive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都会维持于51-49的输出比例 又可以手动切换不同的模式 调节不同的比率 最极端可以调节到0-100的唇后驱输出 使得驾驶WRX STI 充满着无限的乐趣 Lisanne ATTESA系统 源自于1987年的Bluebird车翼 但令到它声名大噪 当然是Skylight GTR 日产的这个系统 原本只是简单的FundWheel Drive 附属的四轮驱动 并且以VCU 作为中央差速的限滑辅助 以50x50的设定 为前后续行时输出 而Skylight GTR的ATESA ETS 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后驱驱动 藉由更加强大的感应器和电脑计算 强化运动性 在前后续 左右驱的主动式防滑 和动力分配都要惊人的表现 使得新一代的R35 GTR 延续东营战神这个名号 30 SAWC 30的4WD系统发扬光大 当然是众人所知道的Lancer EVO系列 经过了多次演变之后 成为到现代的SAWC Super All-Wheel Controls 出现在第四代的Lancer EVO 但可惜已经成为绝窗 但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个系统 在Outlander的SUV车型上 BMW宝马一直以后驱车文明 但也有四轮系统 X-Drive 由最著名的SUV X5车型开始 去到今天已经发展到一整个的X系车系 Mercedes-Benz的四驱系统 叫做4Matic 发展的起源 并不是像其他车厂那样 以性能出发 反而是着重在传动系统设计上的进化 而今天的这套系统 和主动式避震结合 成为了ASC系统的一部分 展现性能和安全上的相互效果 Toyota的四驱系统 成功的作品 当然非RAV4莫属 在我们亚洲地区 比较少见的RAV4 在北美地区 是非常普及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理论的东西 希望大家可以消化到 留个comment 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给个like和分享给你身边喜欢车的朋友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Ello 我们下段影片再见 拜拜 而起步加速方面的动力输出 一定也胜于二驱车 不是 是二驱车 我是Hello 你先看 好还是他 Tails 谢谢大家